在这里面我们还没讲定位能之前 我必须要把这个部分讲完 所以你们这个时间上面 原来本来要让你们同学们上台的部分 我就先讲完以后再说 也许下个星期也不一定 好 你们后面那一组就要准备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到这个地方为止的话 你已经知道说 你插进去 借电子以后 那里面的电场 是比没有插进去 借电子的时候的电场来的小 那如果我用电位计一量 OK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电压的值 也会变小 然后电容变大 这个你已经知道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 自然你已经知道 电场我们不容易量 但是我可以从外界量到 我的电压值的多少 所以我就把外界量到的电压值 OK 跟原来没有的这个原来没有的这个原来没有的界电子的电压值跟你现在有的电压值把它比一下 那这个值呢 那这个值呢 我们叫做卡帕 这个是卡帕哦 它的花音 那个什么 希腊字母 它严格写起来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小一点 这样子 叫卡帕 不是K 是卡帕 然后这个卡帕呢 基本上面 我们就叫做 dialage constant 借电常数 OK 那你知道 基本上面电压的比值 其实就是 这是无穷长的 无穷大的 这个电容 这个平行板的话 我们忽略它的边端效应 不管它的时候 我们知道 基本上面 你是电压的比值 你就是电厂 OK 那我们又知道说 哦 那个已经被插掉了 我们要知道说 电容 它基本的定义就是Q除以VAV Q是没改变的 所以 你现在两端的端电压的变化 其实就是引起你的电容值的变化 换句话说 你现在 你看到你的电压的比值的时候 实际上 就是你的电容的比值的导数 因为电压跟电容是成反比的 在外界的电荷没有改变的时候 换句话说 这个都是CAPA值 我可以看到 我C实际上是 已经变成原来的CAPA值 OK 当然 你可以从这里面看到一件事实就是 CAPA是大一还小一的值 大一还小一 还有大一还小一的声音 大一还小一 还有人讲两个不同的答案 好 大一的请几手 好 小一的 没有小一的 都是大一的 它其实是大一的值的 好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你有了以后 我们接着就要回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我不敢告诉你我要考什么 因为这个回去跟高斯定理就有关系的了 我要把这些概念全部回去运用在高斯定理上面 那我就要把它变成 那我用高斯定理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件事情 我应该不要写在那里就写这边好了 但是这边窄窄的一天 第一件事情是 高斯定理告诉我们什么 你要用高斯定理就是一定要先做一个什么 高斯面 不管你的高斯面坐在哪里 那首先你看到的是 假设我现在把高斯面坐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是一个盒子 然后这个盒子的侧面呢 就是这样子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那原来呢 你没有 没有没有待遇RTX的时候 没有待遇RTX的时候 没有待遇RTX的时候 这是10正 我的高斯定理 我的高斯面 我就直接把这个box坐在这里 只是我现在看不到box的其他面而已了 OK 实际上我看到了就只有box的这样子的面而已 就了解了 好 那现在你有Direct 那我的高斯面呢 我也是坐在这里 一样大小的高斯面 然后一样的坐法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这高斯面 基本上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box OK 这比较厚一点点 那内部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 我们说 在这个box里面 的底下 这个部分 其实 它所包围的 如果我们不考虑 这中间的空隙 我把它密在一起 几乎已经 就像那个火腿三明治这样子 已经连在一起了 那 我说我这中间的空隙都不管的时候 那我知道的是什么 在这个高斯面里面 所包围的 Total charge 跟这里面 所包围的Total charge 一不一样 一不一样 嗯 一不一样 不一样 这里的1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没有界电子的10 这个1呢 是已经有了界电子的1 那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边的Total charge 没有 被感应出来的 所以这里面的Total charge 就只有 Free charge 也就是 在Conduct上面的Free charge 但是这里面的Total charge 它包围的 它包围的 它不止 这里的 Free charge 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这里面 在Direct 里面的Charge 对不对 所以它是Free charge 再加上这个Induce出来的Charge 这个Induce出来的Charge 你呢 是在Direct里面 这应该没问题吧 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更进一步的讲 这个Induce出来的Charge 它的符号 是跟它什么 相反 OK 所以你自然而然 你看到了一件事情 你用高斯定理 QTotal 是等于QFree charge 加QInduce charge 这里面 出来的结果 是 小于QFree charge 对不对 那 这个变少 这个当然就变什么 小 非常合理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你加了界电子的东西 它是 比较小 所以 在高斯定理里面 我们可以 直接 就把 高斯定理 就写成说 反正我不管 你怎么 我就全部 就把它写成 一九零分之Q Total charge 或者 我就直接说 哎呀 我已经知道 这个一呢 实际上是什么 跟这个 Direct 界电常数有关系 或 我实际上 就是 Kappa的 10 好 抱歉 分之一 OK 那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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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熊零分之Q Total DOT DOT 你也知道 一熊零 这个Q Total 是等于多少 Q是 Free Charge 加上 Induced Charge 那 你把 你把 Capa 把它拿过来 这个 Capa 把它拿过来 然后 你又知道说 第一 这一项 其实就是 一熊零分之Q 所以我们看到的 可以把它 进一步把它写成 这是一熊零分之Q的Free Charge 的值 然后就等于 一熊零分之Q 一熊零分之Q Q Free Charge 加上 Q Induced Charge 那你从这个 关系式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 Q Induced Charge 是等于多少 Induced Charge 就是这一项 减这一项 然后再除以 K分之 所以我们把 一熊零 一熊零 把它杀掉 然后把它移过来 QFree Capa E 减 Capa 这个值 就是我们 Induced Charge 你到底 Induced 多少 Induced Charge 的部分 那 你也可以直接 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小于零 所以我们说 你的Q Induced Charge Capa 本来就是 大一的值 所以 这个实际上 就是小于零的值 所以 Induced Charge 实际上 就是 Q Free Charge 的 1 除掉 1 的负号 的 负号 那么你就可以 解释 它的电性是小于零的 情况 你就知道 所以到底上面是 感应了多少的Q Free Induced Charge 呢 它实际上 感应的就是 负的 Free Charge 然后 1-Capa 分子 这上面 就是 Q Free Charge 那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好 这是 第一个 你现在知道说 它上面感应的电荷 的多寡了 那也知道 高斯定理 在这边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 再进一步的看到 我说 高斯定理 不管你到哪里 你都知道说 它的电厂 是跟它的 Total Charge 高斯面里面 所包围的 Total Charge 有关系的 那 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的 这个 这个结果的话 假设我 进一步的 来看待 它的情况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 我说 在这里 我已经知道 1.ds 是等于 1.0 分子Q Total 那我说 我又知道 1.0 大的 ds 是等于 1.0 分子Q Free Charge 那 我说 假设 我把 这一个 关系是 我说 好 既然 既然我的 Total Charge 除以 1.0 我先把它算一下好了 这样子 Q Total Charge 你实际上就是 Q Free Charge 加 Induced Charge 那你把它算一下 我说 Q Free Charge 你已经把 Induced Charge 的值 已经算出来了 那就是 Q Free Charge 那就是 Q Free Charge 除以 Capa 对不对 这是 Total Charge 只剩下了 原来的 Q Free Charge K分之1 Capa分之1 而已 我把它带进来 放进去 我就可以看到 1.ds 实际上 就是 Capa 1.0 然后 Q Free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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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在高斯定里 这是我们 In General 你再怎么样 都对的 那我们常常 在高斯定里面 我们说 我根本 在一个系统里面 你虽然 Total Charge 是等于 Free Charge 加Induced Charge 两项 但是我们 实际上 我们常常不知道 Induced Charge 是多少 我只知道 Free Charge 是多少 所以 如果 如果 我把 这个整个关系 我希望 这个 Total Charge 全部用Free Charge 来表示的话 那实际上 我只要把 Capa分之一 除在底下 我就解决了 所以 这是我们 平常 在 界电子里面 所表示的 高斯定理 OK 他还是Free Charge 但是 你已经把 界电子的 所有特性 全部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界电 常数里面 所以 Capa很重要 OK 那 为了 方便 起见 我们说 Ision 本来就是真空里面的行为 现在 Capa是什么 是界电子的行为 所以 B 我们搞 Capa Ision 就称为 Ision 所以 我们常常就把 上面这个事实 再进一步写成 E.ds 就等 Ision 分之 Q 3 没有问题 OK 所以 实际上 这已经把界电子的行为放进来了 这时候 你不需要再去算 你到底有多少的Induced Charge 在那里面 你只要再知道这个界子的特征常数 就是你的界电常数 你就进到你的高斯定理里面的 你考量进去 那你也只要计算你的高斯面里面所包含的什么 Free Charge 但是 很多同学啊 讲了半天好像都没有问题 他就随便给你乱倒 就跑出这种关系了 这样对不对 不对 不要牛头跟马尾把它接在一起 东西一定要做对 OK 这是我们在高斯定理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那这个部分 我希望同学们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的观念跟他整个由来的部分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要定义一个物理量了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都没问题了嘛 对不对 都没问题了嘛 对不对 好 你有问题的话 我们平常我们把高斯定理又有另外一个学法 我们说这个界电系数啊 跟电厂 这两个东西能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实际上在物理上面是可以的 我们平常把1501定义成D D是什么 D叫做Displacement Beta 可以的 电位移 OK 那这个电位移的话 基本上面 你就是等于 1501 那150呢 kappa1 这是 displacement的 一个定义的部分 那实际上 我还可以再进一步 再把它写成 1501 再加上P P P是什么 P是我的 polarization vector P 那这个是电位于向量 我们平常叫做电位于 那P叫电极化 那P呢 其实 其实P它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神秘 你现在你想想看好了 前面这一项是1501 它基本上都是真空里面的行为 没有界电子的行为 换句话说 这一项所引起的 就是你的free charge所引起的东西 那P呢 那P呢 所引起的东西呢 就是你induced charge 所引起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面 我们说P啊 如果严格来讲的话 它就是单位体积里面 那它的total的dipole moment 你把它全部加起来 OK 所以在这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dipole moment在这里 你把它全部把它加起来 就是你的polarization vector的情况 所以我们说这是V分之summation Pi 不是 向量就跑出来了 OK 只是我们这个 三个向量的部分的话呢 那你看到的一个整个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dipole moment的部分的话 在这里 在这里 付电荷到正电荷 这是你的dipole值 所以你的p是这个方向 OK 这是我们在整个的情况 那1的部分 只有跟1501有关系 所以就是绿色的部分 这是绿色的部分 这只是跟真空有关系的向量 这个呢 是跟界电子里面有关系 的总结的结果 这个完全是界电子所引起的结果 这三个向量的部分 那 哦 好 好 好 谢谢